現在在我手上就是Sony最新推出的 針對Vlog用途的最新的卡片數位相機 就是ZV-1 II ZV-1這個家族 現在除了我現在手上ZV-1 這個屬於比較主打變息性的 另外再往上的話還有APS-C的ZV-E10 然後還有全片幅的ZV-E1 這樣一個非常完整的產品線 另外還有一個定焦的 ZV-1F算是一個分支 那這個就是最新的第二世代的產品 就是ZV-1 II 來看一下這次ZV-1 II的機身 其實它在整個機身的設計方面 跟地帶沒有太大的差別 包括它的尺寸跟重量都差不多的 那按鍵佈局的部分 包括機頂按鍵的佈局 然後背面按鍵的佈局 其實都跟前一代差不多 在外觀上面是有一些小小的修正 包括像是頂部的這個麥克風口的部分 之前是一個金屬的外罩 那現在也是改成這個一體式的塑膠外殼 然後在右手的手把的部分 也改成這種一體式的設計 整體的外型算是小改 那這次的ZV-1 II在感光元件上面 基本上還是跟上代用的同一刻 所以說它的畫質並沒有很明顯的提升 但是主要是在一些細節方面 包括一些針對Vlog需求的一些修正 都是滿明顯的一個改善 首先最明顯的差異呢 就是這顆主鏡頭的配置的部分 它這一次呢 從前一代的2470把它變得更廣 變成18 50這個焦段 雖然望遠端的部分變得比較經典 但是超廣角變得更廣 以往我們用2470在拍的話 你手持可能人拍進去的話 就帶不了多少景 加上如果你還要開防手震的話呢 那個採切之後 其實背景的畫面就剩沒多少 那18的話呢 在開啟防手震經過裁切之後呢 我覺得至少還算是基本一個可用範圍 我們後面也會放一些實拍的畫面 給大家參考一下實際拍出來的 這個畫面到底是長怎麼樣 不過這個焦段的配置 雖然說改善了自拍的 手持的一個視野的問題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的望遠端的焦段呢 現在只有到F4而已 算是比較小一些 所以說你在做一些望遠拍攝的時候呢 它可能明暗的衰減會比較明顯一些 這也是跟前一代拍攝能力上面 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在望遠的部分呢 可能新的它會更著重於自拍的部分 那望遠就會比較吃虧一些 按鍵介面配置上面唯一的差異 就是頂部的這個MODE鍵呢 它現在改成多了一個SQ在這邊 就是可以快速的去做切換 這是跟前一代在按鍵上面 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次的Z1 Mark II呢 一樣有配附這個毛毛的遮風罩 一樣是透過機頂的這個熱血座來做安裝 然後質感上面呢 跟前一代的遮風罩其實不太一樣 它的這個毛的這個序啊 我覺得是更細緻一些的 那在防風的效果上面呢 也會更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首先一個小改變是它是側面的這個USB 改成了Type-C 那它前一代是MicroUSB 用起來就比較可惜一點 那另外一個改善呢 就是這次的選單設計 改用了Sony新的這個選單的風格 所以說在整個功能的分類上面 操作性上面都會有更好的一個提升 這個也是相對於前一代的一個 比較明顯的這個使用體驗上面的差異 另外這次也導入了一些新的功能 像是這種比較電影的風格的取景 開啟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把畫面上下加入黑邊 然後它的這個影格數也會變成24幀 畫面的色調也會有調整 這樣就是讓你一鍵呢 就可以拍出滿有FU的一個VLOG影片 另外這次還有一些新功能啊 像是它在辨識目標部分 這次也加入了針對動物的對焦 對焦部分呢 它也加入了多人的人聯辨識 所以說你在拍攝團體照的時候啊 你可以確保你整個畫面裡面 如果有很多人的話 它每個人的人臉都會是清晰的 那其他有一些比較經典的功能 像是這個產品展示設定 或者是說背景模糊的部分呢 當然這台ZV-1 II也都是有的 這次另外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頂部的這個麥克風 它這次加入了新的智慧指向性的三音頭麥克風 那這個功能呢就跟先前的ZV-1 II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它內置了三個收音頭 然後它有一個AI的辨識 它可以判斷說你的收音的方向是在前面後面 或者是在四周 然後去自動的去平衡你的聲音的大小的來源 或者說你也可以在設定裡面呢 去自行手動的來去指定 你要往前收音還是往後收音立體聲之類的 都可以去自己做指定 好那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也實際拍攝了一段影片 給大家參考一下這一次的ZV-1 II 它的實際畫質表現是如何 那另外呢還有就是收音的部分 我們也會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大家也可以聽聽看這個收音的表現 好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由ZV-1 II這台相機所拍攝出來了 同時這個收音呢 也是透過它機頂的這個三麥克風來進行收音 那目前呢收音的指向性呢 我現在設定在前方 所以我大概可以轉個方向給大家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同時看一下目前畫面的一個感覺 另外呢就是我指向不同地方的時候 這個背景聲音 對我本身講話聲音所造成的一個干擾現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基底麥克風 它的指向性上面的一個表現 好那以上就是快速帶大家看過這一次 全新的ZV-1 II啦 那這次的新機呢同樣有兩個顏色 黑色跟白色 那單機身的部分是24980元 上市時間大概會在6月中旬 那另外呢它有推出握把組 就是他們之前的那個藍牙的VLOG握把組 那搭配價是28980元 好那詳細的上市跟預購的資訊呢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點下面來進行查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按讚好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的朋友我下次見 掰掰